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心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接下來這節課是由我們 總理府紀老師 紀恆招紀老師帶來演講 請大家以熱烈掌聲歡迎 各位同心 大家午早 大家好 好 很歡迎 各位來參加 台灣民進府 共同退台灣 本土台灣人打招 另外跟大家共議 今天之後你們就算畢業了 你們畢業之後 畢士長答應說 有這張畢業政司 有那張畢業政司 各位都是 將來 可以做台灣民進府 高級官員的 身份的證明 所以畢士長 從今天開始 請給大家說 眾將官 有嗎 你們有聽到嗎 有嗎 對 但是以外的問 他說我們要接政 你們準備好嗎 各位準備好嗎 沒有嗎 這也是可以說的 但是更重要的 我們也就要問說 我們要準備什麼 不是只說準備準備 要準備什麼 大家知道嗎 對 對啦 這也是 其實 很簡單 誰在黑幫的 我們就要準備法例 因為 我們是用法例 去顧美國 要用法例 向美國 討政權回來 所以將來 我們也是就要用法例 來管理我們的台灣 所以今天 各位就在 畢業了 所以我利用這個時間 再給大家 學習一段 法例 各位 進去 初級班 現在國級班 就在畢業了 法例應該 很痛 所以 我如果有問題 請到各位的時候 請各位 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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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答應 讓我知道 你們都了解了 你們聽我的聲音 雙雙雙雙雙 這個聲音 沒說很好 所以 盡量可以減 讓我 減說幾句了 就盡量讓我減說 由各位來 發表 好來 現在 我們 生時間的關係 開始 要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看看 各位來這裡 參加雲林 目的在哪裡 有人可能會說 我要做空 對嗎 這也是 可以說的 但是最基本 要做空 以前 就要什麼 就要了解我們的法例 所以 各位來 是要來了解 台灣 國際法 真正的 提議 是什麼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 既然是這樣的時 請問 必須廟 如果拿去 國際法 跟真正法 這兩樣是 什麼東西 什麼是國際法 什麼是真正法 我們常常在聽他們說 大家去祈禱 誰知道 什麼 看班學生 要我說的 所以 什麼 什麼 國際法 當然 有人說 這是 萬國共法 對 同樣的意思 國際法 不然我們更簡單 先來了解 什麼 給這個法律 各位知道嗎 我現在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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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現在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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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簡單 在反正的自由 對吧 我說的 問問 就是在幾位 人跟人 中間 那個關係 因為 社會學習 人跟人 中間的關係 越來越複雜 所以 就要靠 一些法律 來規範 簡單說起來 法律就是這樣 我們也知道 法律是這樣 會規範 國際法 是什麼 應該差不多 又會出來 沒有錯 就是在 規範 國家 跟國家 中間的 那個 關係 但是 國際法 跟國內法 不同 一般 國內法 一般 國家的 內部的 法律 都有一個 立法的 機關 在 創造 這個法律 但是 國際上 並沒有一個 立法的機關 在創造 國際法 所以 國際法 要怎麼來 這是一個問題 國際法 要怎麼來 國際法 要怎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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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要想一個 斑亂 大家知道 在 在 河南 有一個 像是有著 海牙 在那個 海牙 大家可能 不聽過 有一個 國際法庭 那 國際法庭的 重庭 裡面 它就有規定 說國際法庭的 法官 如果要處理 國際事務 要 撐 國際的 事情 可以根據什麼 來撐 所以 這個 國際 將這些 動作 是 國際法的 範圍 那包括 什麼 以前 最重要的 就是 國際的 教育 國際上 有教育 這個就是 國際法庭 裡面的 一部分 再來 國際的 管理 國際上 習慣 整個 雙性的 疏 因為 會 動作 打 國際 社會 的 根本 第三 說 一般的 法律 環節 在國際上以外可以應用 什麼是一般的法律環境 就是說 教育必須要遵守 特別法比普通法更優先 法比政法更優先 以後從事件上來說 比以前政法更優先 到這個以外 就是一般的說法律邏輯法律的環節 剛才遇到這種例子 才會給大家補充率 最好 還有國際企業 以前國際事務有做企業 企業企業 那企業企業 可以拿出一套企業 企業企業 企業企業 因為路育的時候 最好他們也可以根據說 國際法律家 還是專家 他們的意見和主張 也可以拿來用 不過這種情形比較少 現在 教法所在 還沒聽到說 有國際事務 就要靠 專家的意見 跟他們的主張 來做辦公室 一個還沒遇到 所以 現在國際法 這樣大家 大家都有一個英雄 以後不能忘記 再來 建政法 什麼是建政法 建政法 不是 教人說要怎麼建政 應該不是 不是 我現在也有寫著 在西方 這個建政法 它也比清風水 林道的國際法 想說林道的國際法 反正就是建政法 是一個 一個規範建政 目的 是要 撤面 或是檢查 建政的 損害 所以這裡 有這個建政法 建政法 包括什麼 大家 可能 初級版到 國際版 最高的孫 剛才 都聽過 剛才 一九九七年的 海牙公約 第一 一九四九年 在水洗 日內外 通過 日內外公約 明明 五十五年 十五年 一十五年 五十三年 一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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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年 國際建政法裡面的重要性分支援 最後美國國際的最高法庭 對建政方面的打掛 優管建政方面的打掛 因為可以應用 現在我們知道 國際法是什麼 建政法是什麼 現在刷下去 要來 請教各位 比書廷的論述是什麼 它的重點在哪裡 大家記得嗎 比書廷說 要解決台灣國際地位的問題 應該要根據 有兩項國際法的鐵則 鐵的圓竹 兩項 兩的圓竹 其實也可以說對三項 自己還是跟大家保障 占領不得遺傳主權 這是一項 第二項 流亡政府不得集團的合法 這樣 就 占領不得遺傳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立合法 在這兩項 其實還有一項最基礎 領土主權的遺傳 領土主權的遺傳 一定要根據國際法 不 不遺傳 抗水別支 補支 不遺傳 這三項 就是比書廷的論述 中間 我們來看看 用這三個 鐵則 要怎麼來改割 要來規制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現在 先向國會介紹說 剛才 領土的 這個主權的遺傳 應該根據國際條約 這是什麼 這就是國際法裡面的 國際條約 國際條約一定要被遵守 對吧 所以這是一般法律的原則 所以他說的 都有根據 符合國際法的原則 再來 占領不得已傳 主權 這就是在 政政法裡面 美國 六軍 政定 首席 第三八 五十八條 寫得很清楚 所以美國 去打伊拉克 打打也就要回去 他去打阿武漢 打打也就要回去 不要說到現在 以前他去打日本 是不是也是要回去 以前去打德國 打打他也就要回去 對吧 所以 如果 留房政府 不得就在 合法 這也 覆法 國際法 在哪裡 就是 國際管理 法律 邏輯 你去 不是 你的 所在 哪有可能 讓你成立 政府 不可能的事情 這是 法律邏輯 法律原則 對不對 還有 很多管理 有 世宗 正式說到要把它稱呼 給這個突破 世宗 流房 在印度 那些 他也不可以說 那些土地 他只能變成 世宗的領土 要建立 世宗的國家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這個 這個環節 可能 有 覆合國際法 和建政法 好 來 我們來 各方各方 跟分析看看 領土主管的 遺傳 一定要 關鍵 國際條約 請問各位 概念 台灣的 國際條約 有什麼國際條約 以前台灣的領土主管 大家還記得嗎 青朝 青朝 18 1845 apology 日誌不對 1895 下關 條約 老實說,這個時間 大家如果可以記的,不可以記看看 只剩一百九五,這個蘇利 我們要記的,要記這個很簡單 道歉,第二十四個台前,當時結束 一九四五,日本都在台灣差不多五十年 所以都逃生,一百九五年 這個教育是如何宜傳台灣的主管 教育的來源就是一條,第二條 第一條寫說,中國大清皇帝 將下開地圈的所有管理 全部治全,英文扭到日本天皇 下開哪一些地方 A,點點點點 B,台灣全都 跟所有的復修的都市 C,澎湖群島,澎湖列島 這是下關條約 中國人說馬關條約 這是不對的說法 因為國際教育 都要稱呼 那個教育簽的地方 那個地名,做教育的名 所以下關條約是日本的下關這個地方 所以應該要稱呼 下關條約 不應該稱呼,馬關條約 所以 但是 萬青大皇帝 掛給日本天皇三個地方 台灣皮膚有列出來 但是A,這裡沒有列出來 大家知道 那是什麼地方 遼東半島 沒有 schedule 沒有測 苗東半島 遼東半島 是怎麼了 哪有無益 你們肯定 physicians 对,因为辽东半岛说是万青法官的所在 所以是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如果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就不能夸给别人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台湾可以夸给别人 定义是万青的市民队,最多是市民队 这是下官条约中文的晚伴 由此看得出来,什么人定的条约 大兴帝国大房地陛下,即大日本帝国大房地陛下 未定定和约 所以这里寫得很清楚 两个人不是两个国家 好像我们不懂得买买 买的风和买的风 买的风,那是人 所以我们在共调说 日本天皇有台湾的领土主管,原来在一个地方 不是日本国家天皇 是吧 第二条的下开的地方 一切都买买日本 第二条 这个 酒不好吃 第二条台湾转度 和所有复修的都市 澎湖烈岛 澎湖烈岛 对吧 这个 中文半的 我们现在看 那个 辽东半岛 奉天 奉天南边地方 所以日本又有台湾 台湾 这个地方 所以也定一个条约 最后 最后在这里 台湾为了要感谢日本 和这个辽东半岛 所以 还有 百分 三千万牛 给日本 三千万牛 所以很多 听说 日本就是用这个三千万牛 其中一部分去建设 这个 驾驼台湾 你想想看 那已经驾驼台湾多大 所以 这段 大家都看到 现在 我们现在 就跟 下关条约 黏嘴一下 它记起来 那时候 万青 把台湾品 挂给日本 其实只有挂这 而已 其他台湾的部分 不是万青棺 所以 万青棺 它是无管理 挂给人 因为它挂掉了 日本不知道 还是地不知道 就把他接起来 所以日本这就要跟 我们的高沙族 建十多年 二十年 所以 我们现在可以说 高沙 在日本 政府后 将日本 日本 将台湾 全国 建立一个 主管 不过 古早 台湾的主管 分成两部分 对不对 一部分是万青棺 一部分是高沙 所以我们没有通议 所以因为日本来了 通议台湾的主管 走 請問 像这样 中复不实 1分 2分 3分 3分 1分 2分 3分 1分 3分 5分 4分 依然 日本,我們也聽民主黨的報告 他說日本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去開一個會議,請教美國人 說你美國如何處理印第安人這個問題 你也是賺人的地方 對不對 美國人會說 高砂族跟印第安人都差不多一樣 他們沒有國家,他們只有部落 如果是有部落的時候 你如果有辦法可以證獲 打敗 這樣你就能夠 證明他的頭腿就對了 你就能夠當他的老闆 所以日本這裡 用十幾年的時間 證獲 就能夠打敗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地圖 以外 我再找一張給大家看 一張給大家看 一張給大家看 這張給大家看 對不對 烏蘭比公園是這裡 烏蘭比燈塔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不屬於這個地圖裡面 對不對 所以 大家將來如果有機會 再去烏蘭比 這個燈塔 參觀 遊覽的時候 進去裡面看 裡面有那個 這個 這個文件 它有說明 他說 烏蘭比 是台灣所有的燈塔 唯一 有做圍牆 這裡有做圍牆 台灣所有其他的燈塔 都沒有這個圍牆 還是為什麼要做圍牆 甚至這裡有再去烏蘭 這都平洋 因為 以前這個地方 土地不是青條的 所以青條 要點那些燈塔 尋在美國 主要是美國 還是說 國際上的壓迫 因為 很多人走到 台灣美女的觸礁 所以美國要求 萬青 就要做一個燈塔 你要做燈塔 那些圍牆 不是你的 所以 這個故事裡面 就寫得很清楚 說萬青就要向 我們的高砂族 買圍牆 蓋這個燈塔 所以蓋之後 這就要蓋圍牆 來 先走 蓋之後 就要蓋圍牆 派兵 要蓋這個燈塔 這也是我們 台灣的歷史 所以要 大家如果去那裡參觀 會記得 這跟台灣歷史 有 很趣味的關係 所以 現在 日本 建立台灣的主管 從高砂族 政府之後 他就開始建設台灣 所以 這日本自己的 政策的情報 從1919年開始 到1937年 所以 內地 延長 時期 他就開始建設台灣 建設到 1935年 那時候的台灣 已經有 199國際追蹤 所以 在日本點台灣 舉辦 一個 博覽會 可以主辦 博覽會 讓全世界的人 來參觀 對 那開始不簡單 對嗎 中華民國來台灣 在那70年 他感到辦一個 全世界 集的 普蘭會 發佈 那是 那是在騙人 對嗎 那是要跟我們歐錢 他不是真正說 對 對啊 OK 再來 193000年到1945年 這個期間 就是黃明化 黃明化那時候就是 恩尊同婚 日本人可以跟我們 本土台灣人結婚 同校 以前是分開的 日本人結婚 跟我們 本土人結婚 不一樣 現在可以 合作一個 甚至 開始 對 當時 疫情失控 一開始 台灣人就可以 改作 日本使命 從 漢明 漢明 跟漢時 可以改 所以改到那個時候 疫情失控 年 四月 日本天皇 說 喔 這樣台灣 已經好歇 了 全國 實施 民地憲法 民地憲法 實施的時候 台灣跟日本一樣 所以 就是 因為這樣 台灣 這麼變成 日本 還是說 日本天皇 神聖 不可分割的 領土 萬人是這樣 我們 還是我們的祖先 那個時候 就是 真正變罪 名正言順的 日本人 OK 再來 來 剛才說 下官條約 說到這裡 第二條約 跟我們台灣 有關的 古金三合約 這是因為 日本 第二十歲 到來 全敗 所以一定 就要有人 簽一個 和平條約 這個和平條約 跟我們台灣的主管 在哪裡有關的 誰知道 這條 要怎麼規定 它又是第二條 第二條 B 對 日本放棄 對台灣 還有澎湖群島 一切權利 權利義務 權利民意 還有要求 就是說 Right Title Claim 喔 必須延伯 很深重 跟人家介紹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三項 這三項 就是一個 這是 什麼 通敵官 統治權 還是治理權 所以這個地方 放棄的是 日本政府 不是 日本天皇 除了這個 以外 這第二條 F 它也有規定 日本政府 它也要放棄 南沙群島 西沙群島 一樣 一切權利 權利 民意 還有要求 大家現在還想到 國際法的規定 國際教育 如果規定說 你就要放棄什麼 那什麼意思 標示 你以前有那些東西 對不對 這就是法律邏輯嘛 所以 日本就要放棄 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 這什麼意思 就是以前 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 是不是很移民 就這樣 日本的 沒有錯 所以 現在什麼人要去治 美國 立日本的 你沒有國際法的政局 只有這兩條 跟台灣的主管 有關的 除了這個衣冠,沒有了 所以除了這個衣冠,沒有其他的條文的規定 說要求日本天皇就要放棄台灣的領土主管 所以這條嚴格說起來 跟我們台灣的主管,只有有一半的管理 而世界上的主管並沒有改變 不像在日本天皇的首位 第三條約 就是日華台北條約 這邊是台北簽的 日本跟中海州簽的 現在大家注意這個日記 這是一九五年四月二八簽的 八月吹五,勝後 正如舊金山和約,大家看看 是五一年九月吹八簽的 那是五年四月二八,勝後 所以台北合約是什麼 是舊金山合約生效 那天這麼簽的 這時間點很重要 怎麼說 因為這條有說到台灣 因為是在第二條裡面規定 這條的規定是怎麼說 他說 聲林 在一九五年九月吹八 這九金山對日本所簽的合約 第二條裡面已經規定了 日本已經放棄台灣平鵝 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一切全力 全力民意跟要求 所以這條約 是勝任說 古金山合約的時 日本已經放棄了 所以我們還應用那個法律的原則 你已經放棄的東西 那有可能還給第三的人 所以 不要勉強 如果說 根據台北合約 日本將台灣的主管交給中華民國 那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但是他的公共安排 標誌是什麼 他不可以中國理 對吧 不知道討不對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 日本哪有可能 又給他 對不對 這個台北合約 除了這個以外 也沒有其他 講到日本天皇的事情 所以他也沒有 那條約 跟日本天皇領土主管有關係 沒有了 沒有了 那到後 上面說的這三個條約以外 跟我今天 沒有其他的國際條約 我間接到台灣領土的主管 所以我們可以說 台灣領土的主管 自從萬青大皇帝 掛給日本天皇一後 跟我今天 那一天 並沒有經濟國金山合約 也沒有套家台北合約 學者是任何其他國際條約 還有一家的專業 所以日本天皇帝到後 並沒有再轉給第三的人 這就是必須定位論順裡面 那就是 日俗的依據 日俗的依據 我們是日俗 俗在日本天皇的手 這個根句在這裡 我們就要用這個做證明 這就是根句 是嗎 這樣大家有了解嗎 有 再來 但是我講到第二項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日本天皇 獲求台灣領土主管 這是我們剛才說的 為什麼 金戒舊的集團 怎麼會走來台灣 不是他的 沒有路 以前 一定有一個原因 依照什麼 一般命令第一號 那個什麼選佛 麥克阿瑟選佛 但是是美國總統配準的 所以這個命令是美國總統的命令 我們不能想說這是麥克阿瑟 麥克阿瑟是跟他扣印器奉索出去 其實最熬最終要是美國總統培訓 他這個一號命令、安裝命令 軍戒舟來臺灣 第一號命令,第一條A裡面有什麼項目 說中國、臺灣、北、北、北、 16度以北的中南半島 日本軍最高指揮官和這些軍隊 都要向金戒舟萬歲導航 金戒舟是很少導航的 在這三個地方 中國、萬青、都外 這是什麼原因 這就是我們A條款 B就是指萬青 萬青跟條線、北、北韓 那個時候是叫蘇聯的總軍去接受日本軍的導航 四個部分就是中南半島 以南的部分 和泰國、馬來西亞、印尼這個地方 是叫 那時候叫一個澳洲的總軍去接受 那你的部分 是流球 和太平洋、日本其他的導航 由美國、太平洋、海軍總司令去接受 他的部分就是日本本部 和韓國、南韓的部分 叫美國、太平洋、六軍總司令 那個時候就是麥克拉斯 本人去接受日本軍的導航 因為 我們說BCDE 這跟我們台灣無關 所以我這裡沒有給你們列出來 大家如果要實際上文理的 了解 查這個資料就有了 隨時都看得到 F 這個一般命令 又定得很清楚 說醫生收雞排的這些司令官 是只有代表連軍 他才有接受的管理 接受導航的管理 日本軍要導航 一定就要向這些司令官 那是他們的代理人來做導航 不是向別人 這意思就是說 這個司令官是代表什麼 不是代表他們的國家 他們是代表連軍 他們是連軍的代表 所以這次就 來台灣接受 台灣日本軍的導航 不是代表中華民國 是代表那個時候的連軍 我們很多人 都沒有了解這點 所以發生很多的錯誤 對 日本 當然 這個 第二項 都是分開嘛 本來就是分開的地方 第二點 當然不是明文記載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推出 什麼原因 特別是日本跟台灣的關係 美國那時候去讓日本 打到怕 美國人自己知道 說 那個時候的日本 是因為那兩條管制炸彈輸 那不 那個時候日本的軍力 acknowledged 現在 到了美國 有時候 他那個時候 他那時候 會被證明 沒有很久以前 那個 那時候 Discovery 還是 National Geography 放一個紀錄aser 現在因為離開第二次世界大臣這麼久了 避免開放 所以美國有我們以前一些什麼 海對的探險家 去歐三隻日本的鎮水港 沉在太平洋 那些報道裡面才發現 美國怎麼會將這三隻探險的太平洋 因為那三隻的潛水艇 我這尊美國還沒有人家做 那三隻潛水艇裡面 聽過載飛機 載三隻的飛機 日本就是那時候準備要用這種潛水艇 塞到美國的水海盆 才讓飛機起飛去撞美國 這個技術美國又沒有 戰爭刷 因為導航的關係 美國接收日本的這些 土隊跟軍機之後 發現說 這個新進的技術 不能讓索連拿去 所以美國 資料跟吸收之後 我們把它帶給點用 變成這樣 變不好去就對了 索連就拿不到了 現在他們因為開放 比米開放 所以 這個溫泉人 去 拿這三隻去 所以 大家想看看 那個時候 日本那樣狂 美國也怕 怕說 我還給你 讓你飛好起來的時候 你椅子還給我打 對吧 所以他要給你 四分五裂 掛掛開了 對吧 你們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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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聽許老師在說 台灣 那個時候 對日本來說 很重要 所以 美國不只要 調一國 去叫一個 三日會的 軍隊 來接受台灣 從台灣的追蹤 給我們 請 來 來 這是 要請 你 來 是 是 在張哲法 有時候 也是 這個 當時 就是 中上五裏 會反戰術 會把 大量 對 對啊 違反戰爭法 那就是 日本 你知道 違反戰爭法 是違反什麼 對啦,不是軍人,你不可以打 戰爭法裡面有這個規定,就是日內法,那個公約裡面 對,對 現在問題是什麼呢? 第一,美國給你拍下去 你現在要怎麼顧,美國他說 他的軍人,他沒有信任海洋,那個國際法庭 所以,要怎麼國際無法觸發美國的軍事行為 他說他沒有接受這個國際法庭的出份 你沒有接受出份的時候 世界現在有多一個國家 他沒有接受這個國際法庭的軍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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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和這個國際法庭的軍事行為 但美國家有可能接受這個機殺 但美國人也想接受這個國際法庭的軍事行為 美國不是疑惑很多 所謂阿拉伯的反動恐怖分子 他在那裡的那個 蓋塔組織裡面 那是古巴的一個地方 所以 冠塔拉莫 1 但是全世界也反對 因為你沒有經過法院的破壞 你就會定罪 將它關掉 沒合理了 你說罪 你說 你運動要來破壞 所以現在歐巴馬不再開始在想辦法 總之會反人 如果可以開法庭跟他破壞 就是開法庭 怎麼不可以破壞 因為說他沒有反這個座位 他就開始放出去 所以現在來告辭其他的國家 說來接受這些反人回去 開始全世界到這時候 沒有人比他更強 對 所以將來可以 好像我們也有那個暗算 所以現在不能說太大聲 對不對 我們怎麼可以去做中國兵 用我們的錢去買武器 那也不行 我們是必順冷的地方 對不對 這將來怎麼也要跟美國家討 但是要怎麼討 這就要考慮我們的地匯 好 再來 真好 有這個機會 這樣大家 稍微 對 了解一下 比較慎勵 好 現在 剛才說這個導航 日本軍導航 向 巡街舟 這就是台灣共和 所以這是什麼 跨世紀大騙局 他要怎麼 他這不是共和 台灣不是共和 是被軍事占領 要怎麼證明 這個就是 壽鄉典禮 在台北公會堂 這個 大家可能會再看 為什麼 這如果是台灣共和 為何 現在給這個中山堂 以前給這個公會堂 公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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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掘了一支中國機 這掘蘇聯的機 這支機是美國機 這支是英國機 所以台灣如果 被中國共和福 那就要掘四支機 這就證明說 不是 還是我們共配不知道 現在我們可以看 我們知道 我們也要證明 不是 對 你看 管理 再來 第二個大騙局 他說台灣姓 都會給我們寫台灣姓 你看 他在 中國戰區台灣省 這個白變 就將台灣變成中國的了 但是我們剛才在看 有些三個地方 中國 台灣 到北越 已經分開 台灣不是在中國政府裡面 中國人不接受 他自己摸 這樣摸 騙說 這是台灣姓 如果在台灣姓的時候 哪有可能這兩張鄉會走出來 台灣是熟太平洋戰區 這張鄉 是中國政區 導航電禮的時候 在南京 聽說這個 是何英青 這是日本的總軍 這張鄉就是 剛才在 不是 陳怡 陳怡在這裡 這是日本的總軍 對不對 台灣 那個時候 如果是中國 日本 只要中國導航就好了 沒必要 在台灣 我們用來舉辦一個導航電禮 對不對 這也是法律邏輯 這也聽我證明 不是台灣姓 台灣政區 還是熟在太平洋戰區 再來 他又跟我們騙 第三項 中華民國的國旗 大家看看 他說這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他說這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現在我們知道這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其實那個時候不是 是海軍旗 中華民國的海軍旗 這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這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我們剛才看到這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這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所以剛才這個電力 駕駕駛滾水占領,不是港湖 所以船蓋船才可以用海軍機 大家如果沒有想信,再一張給大家看 國旗的證明 那個人一樣,大家認得出來 他後面那個,那不是渡部 不是嘛 還有一個證明 剛一個國叫國民黨 這什麼國民黨啊 黨員陣啊 要用什麼機子 用渡部 用兩機渡部 對不對 所以平安有夠鐵地 不是國旗拿來做國旗片 現在我們有我的證明 大家回去如果去打電腦 打Google 你打中華民國國旗 就會出現維基百科裡面的證明 他證明什麼 他說EQ46年12月25 立場 seihen 促平台會 統 farmers民國的證明 民運尊 民運會 國旗 城爐 論黃帝 左上角 青天白日,將國旗入獻 在1946年,十二月二五 才將海軍旗變成國旗 所以既然軍旗集團不是說服台灣 是代表連軍來接受日本軍的導航 以後軍事占領我們台灣 根據古金山河浴第六條A的規定 河浴生後後,所有民國的占領軍 要在九十天來體育 為何軍旗集團到我今天還沒有離開台灣 什麼人問出來? 軍旗什麼? 軍旗、河浴,他就要離開 怎麼會到今天還沒有離開? 我們這位同時開始的時候,那時候在說 有一個關係,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 當然是美國 美國,美國 美國 兵什麼可以我們全軍旗集團留在台灣 法例,我們的法例 在法例上,它是根據什麼? 就金山河約第23條 23條規定什麼? 規定說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還有就金山河約第四條美的規定 说日本成立美国军事政府 美国军事政府USMG 我们的新闻政典楼下 美国军事政府 对日本和日本国民 在台湾平和 与牛与与所在 它的宅善 包括地图 所做的处理 有好 所以美国军事政府 这两条 听好处理 我们台湾领土的问题 所以它在温存既就能 温存既就能继续留在台湾 现在说到这个东西会了解 其实实质上 这些问题 这个问题跟 1949年10月左右 中央民国辩罪 流风政务 有关的 因为 那么我们哪里根本转的 北京都得了解 这个东西 民族途越中的 都不理 那一年 你委屋 不理 那一年 不理 那一年 有一定反攻、抗俄 所以是美國最好的幫手 美國因為要派兵去韓國、政經、代表聯合國 所以如果他不用派兵來顧台灣 叫軍戒舟來顧 美國也有很多靈魂和物資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這件事之後 要怎麼國際證明 這張道具大家看到 是怎麼美國的溫馴 國民黨都知道 為什麼 大家看看 那插一支是什麼旗在 美國旗 所以在接受導航 日本軍的導航典禮的時候 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還是政界借 就知道說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就要聽他的 所以在 導航典禮的外面的牌樓上 插美國旗 現在我找一張比較漂亮給你們看 這張比較漂亮 菜色的 這張上就是中山堂 想說要下中山堂 就是一後 插的胸 已經名字被改掉了 所以不才有猜色 這張什麼時候插的 這張大家如果要查也可以查 也是找電腦拍Google Google就把你插出來 這張 他們說 關乎五十週年祭奠 也是一樣 在中山堂 公費檔門外 他們也一樣 做一個牌樓 大家注意看看 那邊還有插兩支 那兩支也是美國旗 對嗎 五十年之後 在慶祝 公福節 還繼續插美國旗 這樣大家插他出來 中國國民黨 知道他們就要感謝美國 不然他不能住在台灣 只是我們台灣人不知道 我們用配不知道 現在大家知道 那邊的 不能再用配 來 剛才那張 猜色的 現在這個 沒說清楚 這裡 他們也有兩支 他們也有插米國旗 你看 這兩支是怎麼時 他不會呢 中華民國在慶祝他 一百塊時 中華民國一百周年紀念 中華民國一百周年紀念 中華民國一百年紀念 當時 公安二千空 十一年嘛 剛才那張是五十年之後 是一九九五年 現在二千零十一年 中華民國在慶祝他一百年紀念 為何哪就要 掛米國旗了 對不對 成這個道理 大家都知道 他們的恩人嘛 對不對 他們還有感恩 高雄 還有台灣人 還在摸公佛的神主牌子 還摸得很開心 笑得這樣 所以各位 我們看到這段時間 我們笑不出來 我笑不出來 很愛 台灣哪會出這種人 這段還要繼續騙人 政府已經拿出來了 比書頂已經 公佈那麼久了 應該大家都要知道才對 為何今天還要繼續騙台灣人 還有你去騙這個說法 還要繼續騙這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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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你怎麼不聽美術長的說 他說為何台灣參加WTO 就是世界貿易組織 用的名字也不是中華民國 也不是用台灣 所以台盆金馬獨立關稅領域 也不是一個國家 也不是一個政府 阿彌伯雅問畢書長 說什麼給自己獨立關稅領域 畢書長說這個客戶 不是蔡英文去簽的 蔡英文去做什麼領域的時候 他說你怎麼沒去問他 他說有啊 我問他 他也不知道 他說米國叫我們簽的 我們就這樣簽 對不對 現在 他應該要知道 對不對 沒有錯啊 沒有錯啊 他要騙人 他為什麼要騙人 我們現在也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在鼓吹我們的動心 叫動心大家 因為他也出去外面選團 不能去投票 對嗎 像這樣阿彌伯有做總統 他就說 他都知道你怎麼會做 對阿彌伯不是說 我不可 我不能 別人也不能 對不對 在中華民國總統 這個 這個制度的制衡 還要向中華民國 憲法 選擇 做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怎麼回事 你要怎麼回事 做中華民國的總統 有可能 有可能 我們也不知道 OK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對阿彌伯 不過 這個角 我們現在已經把他推出來了 現在大家可以了解 這時候 現在可以說的 很像樣 為何 台灣的那個動牌 還要跟 中國國民黨選舉 很簡單 因為這個 在做多少錢 不管你選有條 選不條 都會有錢 拿嘛 對不對 川英文那個時候 拿六百幾萬票 他沒有動算 但是他拿到多少錢 8千幾萬 因為一票30塊 所以你去回一票 他就拿30塊 民進黨 拿50塊 拿4年 馬英國拿到多少 國民黨也拿到多少 台南也有拿 所以他們大家也要選舉 有錢人拿 選不條也有錢 這樣你沒去選 對不對 對嗎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 我們選去 那張票 就選了230塊 那錢不是 對我們的 垃圾子 古靈的垃圾子 貼出來 所以我們不會疼 所以用這部 在自己 說得不好聽 你給我們耍 對不對 他從外面說 你看 全世界 我是有 多少人 參加選舉 70%以上 還是60% 算帳的總統 所以我是民主算帳 對不對 OK 大家了解這個情形 所以看到這種 台灣呢 開始不笑 鼻子 這是鼻子 我們台灣人的鼻子 所以 台灣是比美國 我們前 會選舉這個集團 軍事占領 不是共福 所以美國是受管者 選舉這個集團 是被受管的代理 一般命令 第一號 那是剛才 建政 挺起的時候 一級四五年 九月取禮 再穿下去 舊金山合約 生後後 根據舊金山合約 我們剛才說的 第四條 跟第二十三條 這個代理關係 是三千代 所以秘書領說 我們現在還是 屬於美戰 萬人在這裡 美国占領 好 等一下 我這說好完 再來證明 這張布座 在我們的走廊 那個看板上面也有的樣子 這張就是 就是 去年六月 歐巴馬去找 沒有 那個 習近平去找歐巴馬的時候 第二天 美國CIA 將這個秘密資料公佈出來 這張是 自由時報 主委的記者 所定的 他說 根據那個秘密資料 中央情報局 那個秘密資料 顯示 就是 指台灣地位未定 習近平去訪問歐巴馬的時候 CIA挑戰 這張 秘密文件出來 說台灣地位未定 其實呢 這是 布座上樓下 這樣 其實 他車的旁邊這裡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台灣仍然處於被占領 狀態 那才是重要 台灣的地位 不是未定 將來未定 但是現在已經定得很清楚 那你現在 一直到 不是到要懷疑 到那個占領者 還是說占領國的領袖 有宣布占領結束 就是什麼 就是儘管已轉 這段時間沒有約束 沒有常態 沒有冠軍的約束 有啊 這是戰爭法裡面的約束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還在被占領中 譬如說你不是常常說 我們被占領 美國就要跟我們騎衛兵 對不對 他要派衛兵來顧台灣 派軍艦派飛機來顧台灣 不是叫我們台灣人出錢 他要買武器 買飛機 買軍艦 我們台灣人不可以去做兵 竟然不需要做中華民國的兵 對不對 我們呢 我們不應該 就要學中國學 那譬如說 代表政府只有 民眾組織 他就代表主張 民眾組織起來 我們也是就要繼續接受他的軍事 這樣 那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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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拿出去 所以這跟劉Q的那個時候一樣 劉Q也是比美國占領後 到1972年 美國就說 好了 我要結束 我害你 這叫日本來收回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要 美國軍事政府占領下 那 我們穩住 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穩住了 順勢 好事 安定 美國說 OK 我可以放了 他那時候在宣布說 我的佔領結束 沒有 他自己可以主動 當然我們可以跟他搞什麼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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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變成台灣政府 如果台灣政府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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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發獨立 當然 有可能 但是 我們發獨立 因為我們的收藝館 在日本田農手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重來 不知道說 我們有可能跟日本 進入某種的關係 聯合起來 繼續 還有尊重 田農 是我們的 象徵性的領袖 老闆 我們剛才沒有說到 舊心山和約 舊心山和約第一條 裡面 就把整頂 他沒有放棄 不是 他沒有放棄 只有日本政府 沒有放棄 管理 台灣的管理 但是 美國天皇 並沒有放棄 他對台灣 領土的所有管 但是 是因為 舊心山和約 第一條 美國的條件 他說 你天皇 以後 不准講話 所以 他不能牽涉 對 所以 大家 拿這些問題 很好 可以再跟 國際 說明 為何 我們 派人 去 日本 東京 靖國神社 參拜 我們 那些 三萬九千 一百的英靈 當時 他也要 去跟 日本天皇 祝福 日本天皇 祝福 時 各位 有看到我們 袁長的 那些 民政府的 旗子 可以 去 香港 除了 日本旗 以外 我們的旗子 可以去 那些 就證明 日本天皇 知道 我們 我們的存在 他不知道 我們的存在 他怎麼會 我們 那些旗子 可以去 香港 香港 所以這一點 一度 我們就是 要做給他 看 要做給他 知道 想辦法 要跟他建立 某一種的 管道 對不對 當然 有 適當的機會 他可能 他會做出 什麼行動出來 所以到 目前為止 我們的旗台 比如說 你有說 有可能 近年來 是不是歐巴馬 就會選擇 說我台灣 要害 日本天皇 跟 柳Q 那時候 害 跟日本 一樣 但是 有一個旗子 要怎麼害 多久 對 他就要跟 日本天皇 處理了 因為 我們現在 在說的 佔領不得依轉 主權 美國 佔領 我們 他也沒辦法 拿台灣的主管 所以 早晚 他一定 就要 將台灣 害 日本天皇 這是我們的法例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 不要常常來 中國 中國跟我們台灣 就已經無關了 對不對 他沒有理由 跟人家說 我們來 談 我們要 跟台灣 配合 我們就要 了解 他就沒有管理,你跟他講 他也不能讓我們做什麼決定 所以他現在又傳下去 沒有錯 不然他要憑什麼 在國際法院外 武器 他要跟美國自己不比 也沒辦法 對不對 你怎麼不聽 譬如你們說 日本不選擇 你中國如果想唱歌 48天前來 要將所有中國埋在水面的準確 都給他打給點 48天前來 所以你現在看 他現在釣魚台他剛剛唱歌 日本會合 還是說修改那個 集體智慧權 七個粹 請問你們可能有聽到 這個工師的報道 日本修改那個智慧權 什麼意思 古早的那個智慧 集體智慧權的漢賊 就是說 就要讓日本打到的時候 日本才可以反擊 他現在習慣了 他現在習慣了 後來是說 我還要讓人打到 我就聽到打人了 所以這個就是在尖堆 中國 現在中國如果還說 我要去 釣魚台那 從什麼 日本就聽到 處理了 OK 沒有 他還有靈魯 所以我們現在不知道 怎麼這麼說 他可以回到金門馬祖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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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們下架就要講到這裡,好,我繼續講,有一些問題就要解決了 佔領不得宜傳主權,所以台灣不管讓什麼人占領, 讓美國自己占領,還是比州到州,代理占領,都不能專利主權是屬於天皇, 所以這個事實就是證明,我們現在的電流就是日暑美戰, 這時候台灣的國際地位,這就是我們最開始說來參加訓練,你們要了解是什麼? 台灣的國際地位,就是這樣,紀念是這樣,OK,我們繼續來看, 第三,我們說到,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這個跟我們台灣要怎麼來過世, 要怎麼侵略到這個管理,比米國穩穩,今天還留在台灣的這個集團, 雖然他死了,但是他的集團還在那裡,他到底是什麼性質? 這可能就是你要問的問題,我們現在來看看, 1965年,10月25日,那個時候,根據一般命令第一號,代表民軍來台灣,接受日本軍的導航, 所以這不是共和台灣,對不對? 但是重點在哪裡,這個軍事占領,它是代表門軍, 不是代表綜化民國,再來,1955年4月2月, 古金山合約簽之後,勝後之後, 古金山合約簽之後, 然後那時候,這個軍事占領的地合佑進行政等公司, 改造主義的時候,它是基本上國民軍部因為、 這次秋天的狀況也在台灣上都排除了いうこと的動態, 它是沒有地方的, 它是在美國, 沒有地方的國民軍, 因為美國需要公主美國公司 美國向來成為了國民軍, 美國共和國民軍和國民軍, 民軍九十天來就撤山了 這個合約成效了後 民軍就上去改善了 所以這個時候是代理美國 兩種軍事將領 代理不一樣 但是在1944年 10歲已經發生另外一件事 莫特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 宣布遷都台北 什麼意思?流亡 所以中華民國所代理的 中華民國已經變成流亡政府 所以不只會有這個 中國台北的名字出現 現在中國台北全民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中國政府在台北 中國政府在台北 沒有錯 其實他沒有管理代表中華民國 然後 Walt desse項 而他就 rice 這個時候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回來做冠,那時候 中華民國那裡忘的冠完,就扶他出來, 對不對? 所以照說,他也是揮發的, 他那個總統也是揮發的, 他也是揮發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這些社節,現在我們都了解了, 所以大家記得, 兩千空十二年的時候, 在倫敦奧運, 第一天,有掛這支, 第二天那支沒有去, 第三天掛這支, 那個圓圓在這裡, Chinese Taipei, 怎麼在那裡, 博德東也做一個門牌, 這支放在那裡,說南京,就是中山林, 他寫到1912年到1949年 建都南京 中華民國的夢拜 證明中華民國已經失望了 所以徐老師長這麼說 已經死去的早來台灣 這是鬼 現在在跟我們護身 別人說我們是中國人 就是這個鬼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 中華民國的集團是什麼 我們再來學習一下 1945年10月25日 來接受日本軍大行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根據一般命令利亞代表 門軍佔領台灣的軍事政府 1945年就進展核業生肖 之後 他代表美國來佔領台灣的軍事政府 這個中間就是發行1945年 武特東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雖然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的集團還繼續 代理民軍 佔領台灣 但是呢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軍事政府 中華民國的軍事政府 所以對這張表 大家可以清楚看出來 對1949年10月歲開始 在台灣 同時有兩個集團 對嗎?是不是,從1941年開始,我們兩個,這兩個, 一個是軍事政府,一個是劉蒙政府,但是, 但是,有很多人不想的,那是不願認清這個事實, 甚至,各種這兩個性質完全不一樣的, 就像這個集團,分在一起。 這些人,他們是反了不夠原諒的錯誤, 他們認為台灣就是中國,還是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不是啦,對不對? 不知道,他不知道怎麼說,怎麼會說這句話,我想不說 OK 這個新華民國算是舊的中華民國的領土嗎? 也不是舊的,還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因為中華民國是民共和國,還沒拿來了 拜託,那是他們家的事,我們不要接他 他要怎麼做,他們去做 我們不用管理,我們不用擔心,我們自己的事就 擔心不完之後,那是他們家的事,我們不要接他 所以,因為台灣不是中國的領土,我們的結論 所以中華民國,劉鳳政府 不可以在台灣,不可以在台北集體合法 他一定要離開台灣 如果離開台灣的軍事占領,必須要由美國親身來接行 美國要回來,他們要怎麼? 因為劉鳳政府不可以在我們這裡集體合法 所以劉鳳政府不去之後,你的軍事政府也不可以存在 所以美國你一定要回來 美國要回來,美國要回來 美國要回來後,是不是我們的國際地位 這麼有辦法人家正常化? 對不對? 這個,我們的三行 因為時間沒那麼多了 我說好完,春的時間來再來再來 現在,死室、政室、中華民國正在準備離開台灣 你們知道嗎? 沒有啦,死室已經在準備了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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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證明? 你來去平坦看看 歪歪看,要做生意 有啦,有很多 謠言也有 現在我們拿一些 我們在這裡不能說好笑的 要拿政府出來 我拿政府給大家看 這隻飛機誰的? 看誰的? 怎麼會中國的? 這 美國的 沒有啦 不是戰鬥機 這隻誰的? 看過得清楚了 怎麼會中國的? 這隻 美國的 沒有啦 沒有啦,不是戰鬥機 美國的 在那... 在那... 那個... 韓國武艦在那裡要起飛機? 美國的海軍有戰隊? 對啦 那邊... 那邊... 對啦... 沒有錯 現在這隻呢 這隻大家看得到嗎? 看不到 奇怪欸 鬧那個國家的那個飛機 人們看不見 其實你們如果看得最小 以前有寫了一個六軍 頭前有一個車輪牌 現在已經都沒有去了 這隻呢? 這隻也看不到 那隻說是 這隻最久這麼出現 在治癒是不吸收的 這隻說是最新型的P3的反潛劑 你看看 這隻有國家的標示 沒有 整隻P3 不知道哪一國的呢? 對啊 這隻呢? 這隻F16 這齊連白的也現在看不到 這隻大家都知道 就是Apachi 對嗎? 那也沒有 好像這邊這裡稍微 有一個姨子說這個好像808 那隻就是這隻 齁 摘下去那隻 對不對? 現在是飛機喔 現在是鎮車喔 這隻NC的鎮車 也沒有車輪牌 這2012年漢官演習 連車輪牌也不敢表現出來 這海軍的空間 也沒有標示 只有蛤馬而已 這說是正合劍 這隻Lafayette 也沒有標示 只有蛤馬而已 這隻呢? 這隻是既得劍 就是塞出去去把菲律賓宣示主權 那隻 結果你看看 這隻掛什麼機子? 掛美國機子 馬營救塞出去的孫子掛美國機子 當然菲律賓不敢爬 對嗎? 對嗎? 我們當時掛什麼機子? 掛車輪機子 所以菲律賓爬 對嗎? OK 這樣你了解嗎? 再來 這張相 已經很久了 在什麼時候呢? 自於是,不二千公九年 那時候就報了 說憲兵要裁冊 喔 這張相證明 這張什麼時候呢? 嘴訓 頂上的你呢? 頂上的你呢? 補爪 賣出來 說中科院 這個中科院就是發展那些經過好戰機 跟一些國防部的武器 飛機 在那裡發展的 它的衛兵現在沒有用憲兵 該用保全 這個國家秘密的所在 怎麼可以用保全 就是證明剛才那個報道 憲兵已經裁冊 這張聯群 TPPS部的 兩千空十二年 聯群走入歷史 這去年 五月 裁三軍司令部 陸海空軍的司令部裁切 軍隊的那個支揮中心 要拒問 要廢記 所以國防部說只能做不能說 這張 黃仲秋 安靖後 在那裡發言 統計一個法案 說以後 軍事審判 軍事審判該罪施法 心盤 聽說 軍人如果做不到 對 沒有要用軍法 自己判施法 要用死法 軍事審判 不是 那意思不是在那裡 這 最近 五月的時候 有那個 有那個 海軍力戰隊的 前往沒有抗議 說為何你們要 將軍的 海軍力戰隊 要給他們裁判 可以去抗議 不是只有一個 我照顧幾天 不是只有這樣 沒有 幾天前 我照去那個 自由廣場 中正紀念堂 民陶城 白隊 在那裡發 說他們反對 對 不是啦 你現在 你現在 將這 將這消息 給你連罪一個 憲兵不去 後勤不去 後勤在說什麼 在補給軍隊的 對嗎 對嗎 軍隊沒有人補給 憲兵是在捏兵 沒人要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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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要捏兵 不去 什麼軍隊沒有人 他是不是要捏兵 美國開始在處理 所以 比如說你在那裡 沒人要去 告訴大家 美國就要 黏黏 把台灣的軍事 要堆 報地 好學 就開始 要選佩 這樣 時間到了 抱歉 到此為止 各位同心 我們下課休息 餐廳那邊用餐 謝謝